哈喽,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猪爸爸送佩奇上学 今天猪爸爸送小猪佩奇上学 佩奇佩奇,快点上车,上学要迟到了 嗯嗯,爸爸,我这就上车 好,佩奇坐好了,我们出发咯,走咯 佩奇还没上车,猪爸爸就已经开车出发了 哎呀,爸爸,爸爸,你等等我,你等等我 我还没上车呢 猪爸爸走得太快,根本没有听见佩奇的喊声 爸爸真是太粗心了,我还没上车呢 爸爸连我没上车都不知道,我还是先回家吧 这边,刚到学校门口的猪爸爸,头也不回的直接喊道 佩奇,到学校了,你赶快去上学吧 但是并没有人回应猪爸爸 猪爸爸转身一看 哎,这孩子,什么时候下的车呀 进校门也不告诉我一声 哎呀,那我现在就回家咯 猪爸爸回家,刚一进家门 却发现佩奇正坐在椅子上看电视 哎,佩,佩奇 你怎么在家里看电视呀 我不是送你去上学了吗 佩奇无奈的回答爸爸 爸爸,你真是太粗心了 我还没上车呢,你就把车开走了 我一直喊你,你都听不见 那我只能先回家了呀 才反应过来的猪爸爸,不好意思道 原来是这样呀 对不起对不起 佩奇,都是爸爸的错 那,那这样吧 爸爸满足你一个愿望 你想要什么,爸爸给你买 真的吗 那当然了 今天爸爸太粗心了 忘了我们家佩奇 所以就给你买个礼物吧 好呀 那我要积木玩具怎么样 嗯,好好好 积木玩具挺好的 很适合你 嘿嘿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的爸爸是不是太粗心了呀 如果是,就发送小红星吧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哦 哈喽,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水画本 今天,白雪公主正在院子里 玩贝儿公主的画本 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 白雪公主见证说道 哎呀糟糕,下雨了 姐姐的画本要淋湿了 都怪我 是我把姐姐的画本拿到了院子里 这下可怎么办呀 着急的白雪公主 有些慌乱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不对不对 我现在应该赶紧进屋才对 于是白雪公主急忙带着画本 往家里跑 可是画本还是淋湿了 不好意思的白雪公主 对贝儿公主说 姐姐姐姐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小心把你的画本给淋湿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呀 贝儿公主仔细看了看 面前的水画本 对白雪公主说道 哎呀白雪 你不要难过呀 没事的 哎,姐姐难道 你不怪我吗 贝儿公主笑了笑说道 我怪你干什么呀 我的这个画本是水画本 本来就是要遇见水 才能出现漂亮的图案呀 啊 白雪你仔细看看 画本上淋了雨的地方 是不是有图案显出来呀 白雪公主细细地观察画本 还真的发现了图案 原来是真的 这好像是 佩奇 姐姐你看 这是佩奇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这个画本上是佩奇一家 还有乔治呢 等我画完给你看 于是贝儿公主直接画完了水画本 画本上是小猪佩奇一家 哇塞 姐姐 这个画本也太神奇了吧 我好喜欢呀 那我就把这本水画本送给你吧 就当做是表扬你勇于承认错误 谢谢姐姐 你真好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喜不喜欢这个神奇的水画本呀 如果喜欢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吧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哦 这天 僵尸在森林里哀声叹气 哎 最近森林王国的防守太严了 到处都是寻防的队伍 我都进不去了 还怎么做坏事呀 哎呦 僵尸不小心踢到了一个东西 谁扔的垃圾 不知道垃圾分类的吗 哎 这是什么 高级黑魔法 难道这是一本黑魔法书 嘿嘿 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僵尸基地 我看看 黑魔法变 黑魔法变 哎 哥哥 你在这里唧哩咕噜的说什么呀 黑魔法变 僵尸的黑魔法 把小僵尸变成了棒棒糖 哎 弟弟 你 你 哈哈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这本书真厉害 我才学了一会儿 就能把我弟弟给变成棒棒糖 那要是用在森林王国那群人身上 嘿嘿 森林王国是我的啦 变 僵尸解除了小僵尸中的黑魔法 小僵尸变回了原样 哥哥 这黑魔法也太厉害了 竟然可以把我变成棒棒糖 我们可以占领森林王国啦 森林王国 最近森林王国戒严 一定要检查过关 才可以进去 好的 蘑菇炮哥哥 这时 僵尸突然出现 哈哈哈 蘑菇炮 我来占领森林王国了 啊 僵尸 你好大的胆子 还想占领我们森林王国 看我怎么收拾你 哈哈哈 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僵尸吗 看我的 黑魔法变 啊 蘑菇炮被僵尸变成了棒棒糖 我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蘑菇炮哥哥 你怎么变成棒棒糖了 僵尸 你快把蘑菇炮哥哥变回去 哈哈 做梦 黑魔法变 啊 小猪佩奇也被僵尸变成了棒棒糖 哈哈哈 森林王国是我的啦 哎 佩奇 嗯 我可以把你带回去 跟我弟弟玩 我不要 救命呀 救命呀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放松999 通知植物哥哥们来救我们呀 拜托你们啦 小朋友们 我警告你们 千万不要通知别人 我的黑魔法 只有小红星才可以破解 否则 我就把你们全都变成棒棒糖 知道吗 这边 温豆社首收到了小朋友们的消息 急忙来到变成棒棒糖的蘑菇炮身边 谢谢小朋友们告诉我 我已经准备了小红星给蘑菇炮 哎 怎么没有反应呢 难道是我的小红星太少了 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发送小红星给蘑菇炮 帮助他变回去吗 谢谢你们啦 这时 屏幕上出现了很多小红星 蘑菇炮很快就变了回来 温豆哥哥 我变回来了 佩奇被僵尸带走了 我们快去救他 这边 僵尸闯入了森林王国 把大家都变成了棒棒糖 哈哈哈哈 把所有人都变成棒棒糖了 森林王国现在是我的 嗯 我要先把佩奇带回去 再去找些别的小朋友回家 陪弟弟玩 这时 温豆射手和蘑菇炮出现 教师 你快放了佩奇 把大家变回去 否则 我们对你不客气 啊 温豆射手蘑菇炮 蘑菇炮你不是被我变成棒棒糖了吗 可恶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有小朋友们帮助 当然是来阻止你做坏事的 你赶紧把大家变回去 没错 你根本不是我们兄弟联手的对手 赶快投降吧 可恶 可恶 崩溃一溃 你们你们给我等着 我还会再来的 说完 僵尸就消失了 太好了 温豆哥哥将是跑了 不过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我们还需要你们的帮助 你们赶快发送小红星 给森林王国的大家 帮助他们变回来吧 拜托你们了 哈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捉迷藏 今天小朋友们玩起了捉迷藏 小怪兽要先数数 等着大家藏好 十 九 八 七 其他的小朋友们赶紧跑进屋子里 找地方藏起来 小萌鸡红红来到客厅 扫饰了一圈 准备藏在柜子里 哎呀 小怪兽要来抓我们了 我要快点躲起来 就躲在柜子里吧 不过 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安全呢 欢欢想了想 对小朋友们说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要点击关注 帮我隐身哦 这样小怪兽就找不到我了 说完 欢欢就藏进了柜子里 这时 乔治也进来了 嗯 柜子已经被欢欢给占了 那我要另外找个地方藏起来 乔治瞧了瞧客厅里 准备藏到积木后面 我就藏到积木后面吧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要发送666 帮我隐身哦 说完 乔治就藏了起来 这时 小奥特曼也进了客厅 好地方都被欢欢和乔治站住了 那我能藏到哪里去呢 小奥特曼在客厅里转了一圈 那我就藏在沙发背后吧 小朋友们 你们赶快发送小红星帮我隐身哦 这边正在数数的小怪兽 四 三 二 一 到时间了 让我来找找你们吧 我先来看看 院子里面有没有呢 小怪兽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什么也没有发现 院子里没有呀 那肯定是在屋子里了 说完 小怪兽就进了屋子 让我来看看客厅里面有没有 柜子里有没有呢 小怪兽打开柜子 里面是空的 没有呀 那积木后面呢 小怪兽推倒了积木 积木后面什么也没有 这里也没有呀 那沙发后边呢 小怪兽来到沙发旁 一眼就看见了小奥特曼的腿 哈哈哈哈 小奥特曼我找到你了 我都看见你的腿了 着急的小奥特曼急忙露出自己的头 对小朋友们说道 啊 小朋友们 你们赶快发送小红星帮我隐身啊 我不想被小怪兽抓到 拜托你们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哦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